花蓮市一名62歲的州系男子 他在出門的時候講完電話 順手把手機放在引擎蓋上 他急著出門一路上都沒有發現 一直到行機一出入口時 手機不小心掉落了 才被對象的眼尖騎士發現 立刻掉頭檢時送網派出所 整個曬線的一舉被監視器給拍了下來 迎次轎車行進入口準備左轉 剛好遇上對象要執行的機車 瞬間放慢速度里浪通行 但就在這一秒竟然出現一台手機 從轎車引擎蓋上滑落掉到地面 騎士在撞監後不停回頭查看 卻認識台手機後 也立即回頭檢視送網派出所 本所於日前貨報 民眾於花蓮市中正路與中華路口 時貨手機 經調閱監視器發現 一名汽車駕駛行進該入口時 手機不勝於駕車前放置前方引擎蓋 行車時不勝掉落 經通知車主後 依規定確認身份發盤手機 原來是駕駛者銀色轎車的62歲 周姓老翁 在出門前講完電話 就順手將手機放在引擎蓋上 結果急著出門 一路上都沒發現 索性遇上三星騎士 時機不昧 才能將手機順利找回 而整個畫面也全都被監視器給記錄下來 過程超暖心 記者 許立芹 華聯視報導 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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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